歡迎來到齊凱的新聞現場 現在我們要追一個很重要的內幕啊 張喜愛詹惟曾經講過了 一品硯蓋得太高又沒有安全的這個維護 現在的總統的官邸 包括馬英九跟周美京是有一些危險的 今天內幕消息追出來了說什麼 當初為什麼堅持要蓋呢 有一個當事人啊 是當時阿扁總統府世衛市的小組長叫做什麼 羅國順他去參加北市的這個會議 本來他們的委員啊 包括國安局本來都有意見的喔 這個人呈阿扁之命提出什麼 最寬鬆的方式 包括15樓以上立面的窗戶用密閉室即可 因為府方一見一出 所以委員跟這些關聯進口就讓他通過了 我們要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當初這個人到底去呈誰之命去 第二個馬英九的安全線要趕快處理啊 我先說哈 事實上在那個地方 人民只要買到土地依法他可以蓋房子 有建造發下來都是合法的可以蓋 但是那個地方博外特區 只是問題在哪裡高度 不能蓋那麼高 高度的問題 第一 那天開會的時候呢 這個是開會的出席人員的簽名 當時總統府派的是羅國順先生 就是阿扁市衛市的小組長 是玉山警衛市的警衛官 玉山警衛市的警衛官 這麼重要的一個會議 在這會議裡面 所有台北市都花局 他們請的評審委員 我先不念他的名字 這裡都會議記錄寫得很清楚 所有這些非國安人員的這些專業的都市審查委員 他們都認為恐影響周邊總統官 理智安全建議本案如何如何要檢討評估 以免安全上之隱憂 同時要降低建築物的高度 所以今天的問題是你可以蓋 如果合法的話可以蓋 但是高度有餘率 這第一個 可是為什麼後來高度沒有 我這裡提出來的 這裡有一份 在所有博愛特區 它的高度限度是多少呢 在這裡 台北市博愛警備區 現建建築的高度管制 一 這裡面第二點 新的建築物高度 不得超過24公尺 24公尺 那麼一品院高度是多少呢 是78.9公尺 超過那麼多 所以平常在那邊蓋的最多都11層嗎 另外呢 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呢 當然他們又提出來說 這個地方就剛好在國外 或管制區旁邊 就在這個界線外面 就在這裡 所以不在這個限制內 但是這裡我要提出來的是 還有一個這裡是限航區 進航區 整個是進航區 R19的進航區 也有高度限制 同時官邸也在這個地方 換句話說 當時怎麼沒有考慮到 它是進航區 今天媒體披露了兩個 非常重要的內幕 第一個 本來台北市政府的委員 跟國安局 本來都是有意見的 結果 總統府出現了一個 叫做羅國順這個人 第二個 一品院起的建造以後 原大馬家馬上去報了扁家 阿貞啊用VIP這樣買了兩戶 大家記得嗎 他還把它賣掉 所以我們要查兩個東西 一個是內幕 他為什麼 誰挺他去 第二個更重要的 現在是安全的問題喔 馬英九的安全 包括要不要搬家 齊凱 除了一品院建造以外 今天我也問得非常的清楚 這件事情從2004一直弄到2006 第一個 你的土地在買賣的過程當中 國有土地在買賣的過程當中 這個中間有沒有問題啊 第二個 你說從一開始土地買賣就有問題 對 土地買賣 第二個 它有一個千戰計畫 那過去是個加油站 因為它也靠近捷運站那邊 它剛剛好就是像賢耀講的 進行高度都有問題啊 進行跟高度都有問題啊 它把加油站把它簽了 好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它在桂林大橋底下 那過去 過去它有一個高架橋 高架橋也拆了 那這個三個部分 一開始就有問題了啊 那到了2006年 它在興建升建執照的過程當中 那誰 沉密說去協調會表示意見 那這個中間 陳水扁有沒有找過國安局的 那個時候局長還是副局長 來談過這些事 有沒有 這些國家安全局 它也要給我們一個很明確的答覆 然後第二個 那官邸的意見 你究竟是一個警衛官為主 主向官邸的話 應該是由專任特勤中心的那個副指揮官 那個時候叫 許麗夢 那個時候他副指揮官是許麗夢 許麗夢完了才是張堪平 那個時候是許麗夢 那為什麼不派許麗夢而派 為什麼不派中將而派一個 上校去 這小組長 羅國順只是一個 上校是許麗夢的部下 是特勤中心副指揮官的一個小組長 如果副指揮官不去 至少執行長應該去嘛 那執行長也沒有 這個是令人起人疑鬥的 那第三個 那我必須這樣子講 他在整個的興建過程當中 有沒有做一些安全上的管制 所謂安全上的管制 就是像那個這一類 因為這張圖片太小了 事實上 你看去翻建築法規 他不能夠這樣子蓋 他要用帷幕這樣子 不是帷幕 就是一個網 通通蓋下來 你應該在裡面蓋 而不是這邊中空露出來這樣子蓋 那這一些也不符安全原則 現在問題最嚴重 有啊等一下我們再請教你 現成就要審偉 現在民眾最關心了嗎 怎麼解決 第二個是馬英雄的安全怎麼辦 我覺得這個不但是 總統官邸的安全問題 很有可能這是一個弊案 但是我覺得台灣政壇 最荒唐 最讓我不能了解的事情 竟然大家想出來的鬼主義 就是要處理啊 就是要讓總統搬家 為什麼不是有問題的東西去處理 有啊 詹春波已經講了啊 慎重規劃 我覺得這是非常的荒唐 我覺得官邸不能搬 而且搬到那麼遠的地方 我覺得總統每天交通 時間的浪費 還有安全的 那怎麼辦 現在安全有問題 我建議啦 就是徹查 就是說到底這一平原 蓋了二十幾層 到底有沒有安全 對總統官邸有沒有威脅 如果答案是的話 幾樓以上是不行的 拆掉 非常簡單拆掉 他快完工了 開到二十三樓了 這個技術上要拆掉 沒有問題的 該拆就拆嘛 不是叫總統搬家 是該拆就要拆掉 不過你聽我講完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查這個應該負責的相關人員 到底是市政府團隊呢 還是官邸呢 還是誰 偷查責任 有刑事責任的 以檢調單位 那個行政責任呢 自動送監察院調查 然後呢 那你拆掉以後 我們要看原大 在這件事情裡頭 有沒有動手腳 如果原大有去關收的話 那拆掉的部分不賠 那如果原大是沒有責任的 國家賠他 對 現在我們追必要 應該已經到了 要處理的階段了 觀眾朋友我們歡迎你們 一起來討論 更重要的啊 總統我也考慮過 如果他不安全 他可能要搬到道指 他何事搬家 那不搬 安全怎麼去處理呢 我們聽你聲音 我們按回來